那我开一下画面 那今天我们伙伴的进度 一样也是做台湾核酸资料的整理 那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wikida社群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整理 基本上其实在去年的GDNV 是去年吗还是前年 好像是前年 就是GDNV的讲述其中一个获奖单位 大和小溪齐都公的一个单位 他们其实就有在想说 希望能够来汇整出一个全台湾 或者是就是整个中华民国境内的 所有核川的核川列表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有对核川有一些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说你目前可以得到的两个最大的核川列表 一个叫做台湾地区核川代码 另外一个叫做区域排水 区域排水的一个资料 那这两个资料呢 一个是水利署的 那另外一个是水利署下面一个单位叫水归所的 那这两个资料其实都没有涵盖到 那个更上游的一些野溪啊等等的 或是更小型的溪流 像是离岛蛮多溪流都在里面是没有的 然后像我之前自己跑去兰雨 兰雨上面的蛮多条溪流 其实在上面都是从缺的 都是看不到的 那所以同时说同时在排水跟河川上面 两个因为法源的关系 整个列管的方式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两边的资料就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那我们这一个专案其实目前正在做的呢 其实是整个跟水利署 还有水保局等等的单位的一个公司协力的其中一环 我们在做的其实就是将目前的河川代码 还有排水代码的资料对照起来 然后再跟Wikidata还有OpenStream Map的ID做一个对照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对照呢 这边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像是我们这个溪有没有 其实它在官方的称呼 还有在地的称呼有大量的不同 像是在英哥有一条英哥溪 但是它官方的公告名称 其实是兔子坑溪排水 我要强调一下 一定要加排水两个字 那才是公告的名称 那不同的主管机关 它的称呼也会不太一样 同样一条河川 它可能同时被称为 它是排水 它是西 或者它是某种干线 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是 它英文的对照可能不太统一 像是一般来讲 我们翻译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的翻译有 River Creek 然后再来也有直接拼音的 有西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西 XI 那如果你今天你是使用英文的方式去查询的话 你如果打大汉River 你可能就找不到大汉西 那你打大汉西 可能也找不到大汉River的资料 那另外就是河川资料 其实除了在水利相关的单位里面 会进行资料建制以外 还有包含观光局啊 或者是文化部啊 他们也都会有相关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们才需要做这样子的对照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到Wikidata来做对照 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假设 我们要对照两个资料库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里面的两笔资料挑出来 然后就做一对一的这个对照的工作 那但是当你今天只有两个资料库的时候 这件事情可能是可行的 但是当今天如果你有数十个资料库 或更多个资料库的时候呢 就会不太可行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做法就是说 因为今天如果大家都要跟水利署的河川代码去对照 或是都跟排水代码去做对照的话 可能成本会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 先把这两个代码全部先对到Wikidata 然后大家再去跟Wikidata做对照 那这样子就可以很快的进行 多个识别码的横向对照 那今天我们的成果 大家可以到这个页面去看 那连结我都已经放在共笔上面了 我们目前已经对照完的流域已经有这么多 那我们目前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把 所有的河川代码跟排水代码里面有的河川跟流域都把它对照完成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 谢谢大家